记者陈立言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事迹川金会引发全球瞩目,随着金正恩承诺北韩政府将朝朝鲜半岛无核化方向努力,朝鲜半岛的和平也露出曙光。 然而近年来为了窥探核武实情,南北韩私下谍战不断,也让改编自南北韩真实谍战事件的电影《北风》被受关注,《北风》改编自90年代前往北韩探听核武情报的南韩间谍黑金星的真实故事。 导演尹中斌透露,他原本是想写一部关于1980年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故事,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却发现了黑金星的存在。 我发现了这个真实故事,实在很想知道怎么样的一个间谍,能有办法左右整个朝鲜半岛政局,就层层去挖掘,没想到背后的故事竟如此惊悚。 影帝黄正民在片中饰演1990年代中期,暗号黑金星的南韩,国家安全企划部情报员,假扮成南韩商人跟北韩进行商业交易,即次渗透北韩军事单位,大探和开发情报。 黄正民表示,我希望透过这部电影能让全球观众更了解南北韩的过去,以及,真实谍战,的惊悚与恐怖。 该片将于9月7日在全台上映。 电影被封改编自南北韩真实谍战事件,影帝黄正民在片中饰演暗号黑金星的南韩情报员。 Catchplay提供。 Catchplay. Catchplay.